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来祷告 我们先读一段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八道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妄国以妄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服服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得说 当败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那么这是魔鬼对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的最后一个试探 那这三个试探虽用普通的方法 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破坏人子 耶稣与神的关系 那从这些试探中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至少知道一点 魔鬼的伎俩虽然多 我们也看不见他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效的判断 就是在做一个决定之前 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问问自己 我所做的是否 使我与神的关系适合 是否使我与人的关系适合 从而亏却神的荣耀 如果是的话就坚具不做 因为这一定是来自魔鬼的计量 来自他的试探 魔鬼的第三个试探看似简单 但是是对人性最大的挑战 许多人都能够处悲剑 在困苦贫乏中 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 不动摇 有的人虽然非常理性 但是也不会去寻求 好像一定要神来行一个神迹 来试探神来证明神的存在 但有太多的人 却把这个短暂将要过去的世界 当做永恒的家 在民与利面前 能站立得稳 甚至晚节不保 世上的万国 有万国的荣华 就是民与利 这是离开 赐人生命的神 人类最大的一个悲哀 没能够 没有能力来看破时空 心中虽有对永恒的渴慕 因为这本来就是神造人的时候 把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 但却会错误的用短暂 代替永恒 因为离开了神 追民逐利 若不失属 把这个短暂的世界 当做永远的家 有的人会说 我也没有拜魔鬼 我也不信神 也不拜鬼 实际上一个追民逐利的人 一个把短暂当做永恒的人 就是服在魔鬼的权势下的 就是在 魔鬼 那这个试探中 耶稣说出 试探者 魔鬼的名字 就是抵挡的意识 就是 就是魔鬼的憋悯 抵挡的意识 抵挡谁呢 当然是抵挡神 也就是说 只要把追民逐利 当做人生的目的 把这个短暂世界中的人事物 当做生命的最高的 一个次序 就是服在魔鬼的权势下 也就是在拜魔鬼 就是在抵挡神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这是生命纪 十章二十节的话 魔鬼要人用名利 短暂的事物 代替神 耶稣可以说是 一真见绝的 击穿了 击穿了魔鬼的轨迹 人唯有敬拜神 才能有真正的满足 敬拜神 一定要顺服神 按他的旨意行 而不只是在 有外在的一个敬拜形式 那么人子耶稣 在世上的日子 完全的顺服 顺服彻底的谦卑 向我们展现了 何谓真正的敬拜 当他与井边的妇人 谈话的时候 他说 神是您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因此真正的敬拜 是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是全人的敬拜 是一种荣神义人的生活 不会随波逐流 追命逐利 跟随世界的潮流 会对民事同事朋友产生影响 但要侍奉他 表明侍奉神是生命生活的 第一优先 不但不会随意的停止聚会 停止侍奉 而且会不辜负主耶稣的托付 传福音 见证主 在这个如今的世代里面 特别是美国最近发生的 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许多弟兄姊妹都担心我们的下一代 但父母 孩子的最好的老师就是父母 是否在我们生命中 是当敬拜神的 或者是单单的侍奉主的 我们的孩子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愿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在周日 更是在家庭中 在我们的民社 工作场所 我们是一个永生艺人 以永生艺人为目标 来生活的这样一个人 愿神保守带你我们 我们一起来报告 主要感谢赞美你 你在旷野里面所受的试担 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你表明在这个世上 我们也会同样遭遇这些试探 但是在你里面 恩主我们就可以 靠着你得胜 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 主让我们有个 谨守谨醒的心 在这个弯曲 背面的时代里面 能够紧紧地跟随你 见证你 荣耀你 让更多 我们的左邻右舍 我们的朋友 同事 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 能够认识救主耶稣基督 求你保守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 生命能够成为 永生艺人的人 以成为你赐他人恩福的契命 恩主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祈求 事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